你知道美国公立学校的高中生 生活中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 早上7点22分 今年17岁的马克思 就已经早早起床 他目前是一名高三的学生 现在跟家人生活在波士顿 马克思醒来刷牙洗漱完 就会去换衣服 在美国 大部分学校 不会要求学生统一着装 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穿衣 马克思换好衣服 跟妈妈打完招呼 还得先去喂一下自己的宠物 一直看起来非常肥美的兔子 等把这件事情搞定 马克思就差不多该出门去上学了 虽然学校平时也会有校车接送 但是马克思还是更喜欢骑自行车去 同时还要装上各种花里胡哨的车灯 整体风格跟我们的鬼火少年差不多 由于马克思的家住在郊区 所以一路上骑行的 都是一些零间小路 并且跟学校距离也是非常远 整个路程最少也要花半小时 马克思经常骑到半路 就被热到要把卫衣脱掉 马克思就读的是当地一家公立学校 因为学生人数不算很多 校园面积自然也相对较小 至于教学楼则没什么高层建筑 通通都是三层以下的楼房 早上8点50分 马克思来到学校 就会去教室上课 不过此时时间还太早 教室内没什么人 十分钟后 马克思才开始今天的第一节课 跟我们还用支笔学习不同 美国学校全部都是用电脑 另外课堂几率主打的就是没人管 哪怕你上课使用电脑看购物网站 老师不仅不会生气 甚至还会站在旁边 跟你讨论买哪一个产品好点 结束第一节课 马克思就要换教室 去上第二节历史课 不同于我们通常都在一个教室上课 美国采用的是走班之教学 也就是老师会在固定教室 学生要按照课程表去对应教室 等时间来到上午10点45分 就是第三节课的上课时间 此时马克思上的是法语课 老师为了让课程内容不那么枯燥 会让学生分组制作法语海报 期间马克思还得和同学 去图书馆打印设计好的图像 才会回来继续参加这节课 在这之后 马克思还有一节心理课要赏 一直上到中午的12点35分 马克思才算结束上午的课程 接着他就可以休息半个小时 解决午餐问题 学生能选择去食堂或者自带 马克思因肚子不饿 打算等放学回家再吃 于是他回到教室 便跟女同学聊人生谈理想 中午1点15分 同学们会再次离开教室 去进行下午的课程 马克思今天总共有6节课 最后一节是他比较喜欢的生物课 这种课程通常也是时间大于理论 例如眼前这颗萝卜 是他36天前做观察实验种植的 他一共用了好几种培育方式种植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多方面的测试结果 时间一旺来到下午4点 马克思就完成今天的所有课程 他放学一般会直接回家 这就是美国男高中生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在评论区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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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一旺来到最后最象律的监政府 是每周 People's Hut 风格似乎信号